有時候,像蔡小姐那樣,她的八字本身來講,她相傳來講就是幼時 所以,她今年來講,季某年,就剛剛跟她的時辰,Ti Nati沖 有時候往往,時辰來講,就是我們疾厄位,八字來講 所以,我們迎衝,或者破壞到時辰,那一年,我們通常都會犯疾壓,即是疾病,或者是握劫,或者意外的情況 焦點視頻,吳佩夫,完期朔二日時間,迎光幕見到吳佩夫師傅 大家好,師傅,今集我們需要講講一些八字 好,八字,因為最近有一些兇案,小不免會令人在想,究竟 例如一個人,他的命運滯愈,會遇到什麼關口,或者什麼劫毀 會令到他產生一些問題,然後可能真的關乎於生死的事情 所以今集我們想請教一下你,不過當然我們逐級逐級去講 例如在一個人的八字,或者榴槤大運上面,他遇到有什麼情況 他會容易有一些嚴重的健康問題呢 通常,首先這樣,我們算命有所謂,命,第二就是運,第三就是榴槤 有些人說,命好就不如運好,運好就不如是榴槤街的意思 即榴槤都很重要,但是我們有時候算命,往往只能夠拿到對方的年與日 沒有時間,通常來說,如果是一些社會名人,或者是一些明星,或者是一些A1兇案 例如蔡典楓小姐那些情況,我們都是拿到年與日而已,未必拿到時間 但是時間呢,我們分享了,時間是很重要的 時間呢,是代表一個人,即是一個八字裏面的結局 那你想一下,生死是否結局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時辰的八字,往往來講,就是一個重要元素 有時候,像蔡小姐那樣,她的八字本身來講,她相傳來講就是幼時 所以,她今年來講,季某年,就剛剛跟她的時辰,天那提衝 那有時候,往往時辰來講就是我們疾厄位的 八字來講,所以我們迎衝,或者破壞到時辰 那一年,我們通常都會犯了疾厄,即是說疾病,或者握劫,或者意外 如果你的命運是不夠的,分分鐘來講,在那裡就是一個死關 當然,一個人,一個八字,一生人來講,死關可能不止一次 可能是幾次,有些人第一個死關過不了 有些人是第二個過不了,有些人可能去到第三個才過不了 即是說同一個時辰八字,第二天的時間 不是說同一日死的,往往 那有什麼元素是令到她過島呢? 很多原因,家山的風水,祖上職德,或者自己本身的修為都會 譬如說,這個命,她劫數很多,醫生來講,可能有七次劫數 每次劫數都可能會見血,如果她是做警察,或者是做賊,那就容易一點 職業問題,或者是收得的,本身來講,她不殺生的,她殺業比較輕一點,她又會少一點問題 如果你說殺生比較重一點,殺性比較重一點,她本身來講,受劫的機會又會大一點 其實都有其他的元素 嗯,OK 例如剛才你們提到,例如有時候都會在裡面看到一些病,或者一些劫 那又看不看到,在哪一部分,或者哪一個事情上面會出問題呢? 我們算命,以命理去講,我們其實都有一些方法,有些方式的 譬如說,我們所謂的四柱推命,年月一時,四柱,是吧? 那如果我們這樣計算,年月日時,四柱 嗯,我們每一柱來講,以前古書就說,每一柱就是管十六年 十六年 加起來四柱就是六十四的 六十四年,六十四歲的意思 但是你知道,現在來講,我們六十歲拿結清而已 是 就是人的壽命越來越長,是吧? 所以我們近這十年,我的看法呢 就是每一柱就二十年去看 就是去到八十歲之後呢,就用時柱,八十歲之後去看 你有二百歲的命,就用時柱去看 那如果一個人呢,他是在二十歲之前 那些大運,或者榴槤,營蔥緊要的 剛剛好,他的連柱本身來說呢 牽涉,我們重點就是看那個連柱 明白嗎? 如果他是三十歲,當然要看月柱 是吧? 所以看那個營蔥,牽涉到那個月柱 如果你說用神來講,是相近的牽涉到月柱 在那個魂裡面呢 就容易在那個月柱的魂裡死了 如果有劫爛就這樣 那樣的意思 那你說,我剛剛好,今年營蔥到的連柱 但你四十幾歲了,其實已經是去到日柱了 那這個情況呢,問題是少一點的 明白嗎?因為你過了,那個連柱的雲限 我們所謂的雲限,你過了 那可能來說,我們四十幾歲呢 如果你說這裡的日柱,我們會嚴重一點 這裡的問題呢 你如果營蔥到的日柱,天下地蔥就很重要很多 所以說,我們也有一個秘訣去看 當然,我們時辰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說要看一個人生死,時辰很重要 嗯 因為如果你只看連柱三處的話 如果你有營蔥,或者衝到用神 你不可以斷去死 你只可以斷去,有些劫數,或者運氣比較差 那個情況 未必可以斷去死 生死一定要看事實 嗯 他這樣看 OK 以及疾病功,我們通常都用事處去看 是 哦,這樣的 嗯 如果,例如最近一些兇案事情發生 其實你也會看到 但又很有趣 他這樣說 他還很年輕 他年輕的這段時間 其實他的運氣都很好 你看到他很富有 很多事情都 但為何會無緣無故就是那一下 理論上都是在那一處 有時候有些命 譬如說舉個例子 他財破印的,他財很旺的 他財破印,財很旺的命 財星未必是用神 但是因為他財很旺 如果他的現實生活來講 他真是很有錢的話 就認了一件事 有財而無名 嗯 你明白嗎 即是他的命是認了他的財很大 相對於他破印的形勢 就是很空險更加 你明白嗎 因為你財很大的話 真是財大的話 你印星就更加受黑 更加受黑 印就代表受數 嗯 而財破印的情況 就是說 印就是親屬、親人出問題了 會害到自己 財破印 就是這樣的情況 因財失疑 或者因財禍 會有這樣的情況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例子 嗯 如果你說他財破印 但是他現實生活 他不是真的那麼有錢 他只是一般人 他不是那麼有錢 反而來講 未必會黑得那麼厲害 未必會有這麼嚴重的情況 是 再舉一個例子 那時候 黃菲 達安娜黃菲 他本身梁了三百眼 嗯 他三百眼 那三百眼 他認為四十歲前後 就容易有空險 會有橫死 這些事情 但是一般人 他不是那麼有錢 社會地位不是那麼高 他未必說 會真的橫死 他只不過可能是婚姻不好 或者是其他家庭的問題 或者是運氣麻麻 都未必 一定會這樣死 但是 因為達安娜 他的錢 社會地位 一樣的 他都是高人一等 他答應了 就是他的財富 是太厚 所以他過不了這一關 你明白嗎 即是他響盡了 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時候 你說他那麼有錢 或者社會地位那麼高 又有名氣 未必一定是好事 有些人受不起 嗯 OK 其實關於命理的知識 我知道師傅都有開班 亦都有跟人算命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點的話 亦都可以不妨聯絡 吳佩夫師傅請教他 下一集 我們又跟師傅說一下 其餘一些玄學風水上的問題 好 拜拜